也是最坏的时期 这是智慧的时代 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时代 也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 也是黑暗的季节 从房地美到房地美 从雷曼兄弟到美林 当美国多家金融机构纷纷垮台的时候 当一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 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大萧条的威胁 我就想到了作家狄更斯 在双城记里的这段话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 充满矛盾的时代 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但是又充满着怀疑 这个时代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 而变革的突破口 就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 2008年9月14号傍晚 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美国纽约城的华尔街 笼罩在一片夜色中 第七大到745号 雷曼兄弟大厦门前 被警察拦上了警戒线 这家声名显赫的投资银行 刚刚宣布申请破产 不断有员工抱着纸箱子 从大厦中走出来 门口急忙消息灵通的各路记者 还有一个人举着雷曼兄弟的牌子 走出大门摆出胜利的手势 让记者拍照 但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春江水暖压先知 这些处在暴风中心的金融白领呢 深切感受到冬天来了 9月15号是个星期一 在英国伦敦的雷曼兄弟公司工作的人们 还像往常一样西装革履的走出家们 准备开始新的一天 直到他们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 才知道自己失业 这位雷曼的员工向记者出示了一本书 书名是大难来临 你该怎么办 这本如今在亚马逊网站上畅销的书 教你在大地震 海啸 火灾 泥石流等灾害面前 如何应对危机 但是怎么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 想必坐着本人也不能给你答案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预测 未来两年 在华尔街18.23万人中 可能有3万6千人会失去工作 这意味着在这条全世界最富庶的街上 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将要失业 他们曾经年收入上千万 曾经像变戏法一样玩着钱生钱的游戏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什么结束了他们的好日子 从现在我们看得到的 可以把它说成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是美国政府布什 这个和美国总理布什直接讲的 但我觉得到底多严重 其实有几个指标是可以告诉我们它有多严重的 第一个就是整个华尔街这个模式 或者是时代的结束 这应该告诉就是说表面的它多严重 第二个呢 一个长期以来信奉自由经济的这样一个美国 今天就走上了一条被称为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选择这样的道路也表明就是这个危机有多严重 是谁制造了这场金融危机 海啸的阵源到底在哪儿 那么现在你碰到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债务危机 这究竟是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中国财经报道 华尔街冲击波寻找海啸的轨迹 9月29号就在我们国庆节去各地旅游度假的时候 美国的股市大幅震荡 纽约股市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收盘暴跌777.68点 暴于10365.45点 跌幅为6.98% 创出2001年911事件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标准波尔500种股票指数跌了106.21点 收于1107.06点 跌幅为8.75% 创出1987年股灾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纳斯达克指数大跌199.61点 收于1983.73点 跌幅为9.14% 第二天俄罗斯股市再次跌停而停止交易 不得不关了门 这也是俄罗斯股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停止交易 全球股市的过激反应都是因为在9月29号 美国的众议院上演了一出生还是死的抉择 尽管美国总统布什破天荒地在电视黄金时段 第一次专门就金融救援计划等经济问题发表电视讲话 美国国总统建议 财长鲍尔森 美联储主席布南克等罕见的四处有事 财长鲍尔森不顾自己的颜面 竟然给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单期下会请求支持 但是美国众议院还是以228票对205票的投票结果 否决了布什政府提出的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 虽然10月4号经过激烈的争论 美国众议院最终通过了这项救援法案 但随后的6号 道琼斯工业指数以接近800点的单日跌幅又创下了历史结果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当日推出了拯救金融市场的新措施 计划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增加至9000亿美元 然而美国救治计划未能挽回市场信心 欧美金融业状况继续落下 全球股市纷纷暴跌 在此情况下 澳大利亚央行率先宣布下调基准利率一个百分点 英国首相也签署了数百亿英镑的注资计划 人们在疑问 这次金融危机究竟是不是一个仅仅用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货币协专家 曾经作为欧元的发起人之一 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蒙代尔看来 现代的许多经济问题背后 都是因为货币出现了问题 罗伯特·蒙代尔看来 我认为是因为货币的许多产 虽然是因为货币的许多产 与其他人民的货币 在近日的几个月 我认为货币的货币 这几个月的货币 因为这些都是世界市场 蒙德尔认为 美元近期的升值 导致雷曼兄弟这样的公司股票 大幅缩水 才走向破产 另外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 彼得西夫则直接指出 不只是美元近期的变化 美国的金融危机 实际上就是因为 美国人长期以来 靠借钱过日子的发展方式 出了问题 彼得西夫在2006年 出版了一本书 名字叫做美元大崩溃 他在这本书里 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 美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 为什么你说 几年前 我说几年前 美国的经济会崩溃 我认识是必须 因为我认识是 建立于货币的研究 我看到这巨大的 美国人购买钱 他们不能够赔 购买钱 购买钱 我们不能够赔 所以你购买真正的货 给我们 我们只是给你 我们给我们的研究 我认识 我认识 这些疯狂的资料 在所有的投资 和资金融 会崩溃 美国人 竟然不能够赔 他们的购买 特别 我们当时 摩托性购买 我认识 这些购买 我认识 我认识 目前 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其次是中国 宋宏斌 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 他从货币发行背后的故事 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面 让许多原本对财经一知半解的人 也捧着这本书读得津津有味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宋宏斌 讲起话来却是柔中带刚 他指出 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场债务危机 他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说 现在储蓄的为负 也就是说 我全国老百姓和全国的整个政府 他没有自己不储蓄了 不储蓄你经济还在发展 这个股票市场和整个的资本市场 还包括房间市场还不错 还要打两场战争 还烧掉一万多亿美元 这个游戏就比较有意思 那这个钱从哪来的呢 实际上这个就是美国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 全球金融一体化 从全世界借来的 他把其他国家的储蓄借到了美国 那么从00年到07年上半年 实际上美国一共从全球吸纳了外国储蓄 高达五万亿美元 我觉得正是这五万亿美元 使美国的经济在02年以后 显得到07年之前 显得看起来非常健康 但实际上这是借来的钱 而借来的钱是必须要还的 那么现在你碰到的危机 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债务危机 曾经在美国留学 并且在华尔街工作过的宋宏丁 喜欢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他说金融危机的爆发 表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 发生了问题 就是说产生和爆发这样的危机 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那是到底是以次贷危机 来作为这个引导的导火索 还是以什么样的危机来引爆这个东西 这个不重要 也就是这个东西是有偶然性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次贷危机 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 在我看起来 这就是实际上对它1971年以来的 3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 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一次总的清算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样的积累的问题 积累危机越大的话 它爆发起来这个持续时间越长 而且对整个全球的经济 和金融体系打击就会越大 向松作 一位理性而充满激情的经济学家 曾经失从欧元支付的蒙黛尔 他也从货币发行的角度 给我们揭示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最典型的信贷膨胀 就是说你没有收入的人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没有任何还款来源的人 你都可以获得按捷贷款 都可以获得信贷 那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对冲基金 那些私募基金 那些其他的机构 他获得信贷 当然就非常容易 所以就是流动性的过渡 宽松的货币政策 他造成了信贷的这个膨胀 信贷的膨胀 就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资产价格的膨胀 他必然会传递到 这个其他的经济部门里面去 他们为什么都把问题的焦点 直指美元 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会影响到 远在万里之外的你和我吗 你爱他 他却伤害了你 他向上的根源 那说到底是全球的货币 他给你带来财富 他带你走进深渊 这种情况一定会来到 中国财经报道 华尔街冲击波 告诉你一个美元的错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 纽约商品交易所 相比前几个月 这几天这里平静了许多 自从今年7月份 原油期货价格攀上 每桶147美元的历史高位后 就一路走地 我们也曾经在国际油价大赌局 这期节目中 揭示了高油价背后的基金创作 由于多家金融巨头倒下 基金们近来不断平仓 原油价格已经降到了 每桶100美元以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南的油价 能够从5月份的 每升19000越南吨 降到17000越南吨 那是不是说 油价左右了我们的经济 造成了通货膨胀呢 向松做在自己的博客里 发表了一篇 名为中国与世界的通货膨胀 他指出 油价上涨不是原因 而是结果 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就是货币本身 今天的油价的上涨 今天的其他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不是通胀的根源 它们仅仅是通胀的一个结果 只不过它们是在产品的上游 比如说油价 粮食这些 它是产品的上游 所以人们容易把它看作是通胀的原因 但是你要解释 它为什么上涨 它上涨的根源 那说到底 是全球的货币太多 向松做说的全球货币太多 实际就是美元太多了 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 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 美元贬值 油价就涨 美元升值 油价就跌 黄金也是这样 随着美元的升贬 起起落落 不仅是石油和黄金 如今世界上的各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美元的身影 不管是人民币还是欧元 所有国家的货币 都以美元为参照 定价对话 还记得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说过的话吗 如果你掌握了石油 你就掌握了一个国家 如果你掌握了粮食 你就掌握了人类 如果你掌握了货币 你就掌握了全世界 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 宋宏斌也指出 金融博弈的最高利益 就是货币发行权 自从1944年44个国家 在美国布雷斯顿森林 召开货币金融会议 签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 货币协定之后 当今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就掌握在了美国的手里 197年之前 美国对全世界来说 它的美元是有信用的 因为它背后是黄金 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 一盎司是31.1克 换句话说 一美元背后 有将近一盎司的 有将近一克的黄金 所以美元叫美金 就是每一张美元背后 都有黄金作为支撑 它有信用 实际上它的信用 不完全靠美国政府 没有美国政府的话 它这个美元也有信用 因为它背后有黄金 但是当美国发现 只需要开动印钞机 印出美元 就可以买到商品时 美元越印越多 导致美元不断贬值 就像当年尼克松的财长 就是叫约翰·康拉利 这么一个人 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 因为当时美国 60年代末期的时候 由于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 使得欧洲压力很大 欧洲承受到通胀 所以欧洲为了要约束他 所以就把大批的美元 运到这个纽约 要求换成黄金 欧洲和美国之间 炒得非常厉害 大家都知道戴高乐 当时是大骂美国 是吧 互相之间炒得很厉害 炒得很厉害 他说美国的财长 他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是你们的问题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 要求美国把美元 兑换成黄金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拒绝了大家的要求 而且宣布 美元和黄金脱钩 我觉得197年 实际上是对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那以后 他开始玩 不公平游戏了 开始玩财富 就贬值货币的游戏了 这个就跟 这个美国以前 立国以来的200年的 这种打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立国以来玩的是一种 公平的游戏 讲清法揽 谁聪明谁能干 谁苦干 谁就能得到财富 7年以后 他玩的是一个资本游戏 和金融游戏 越来越多玩是 这个贬值货币本身 没有黄金的约束 美国发行的美元 越来越多 据相关数据统计 美国每年货币增发16% 高于美国GDP的发展速度 而其中 三分之二的美元 通过进口商品的方式 流向了其他国家 货币就像商品 多了一样贬值 自从1971年到现在 美元贬值了三分之二 这就造成了 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71年到今天的 全球的通胀率 是超过了以往 一切历史的通胀率的总和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 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 那为什么呢 1971年到今天 和以前的时代相比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了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变化 就是美元 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 它的发行 再没有任何约束了 当钱越印越多 当利息越降越低 这里会发生什么 这明显能感觉到 这可能是一个 当一个泡沫刺破 另一个泡沫吹起 希望又在哪里 我觉得国内的发展 日新月异 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关注 华尔街冲击波 美国用美元换来了 各国的商品 也换来了美国 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 然而 银吃卯粮 终究不是办法 在繁荣的背后 终于酿出了一场大危机 赵鹏已经在美国住了13年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 发展成专注于高科技的投资公司的大股东 别看他是软件专家 谈起美国的经济也是头头实的 他说从房地产市场的跌宕起伏 就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问题 1996年刚到美国求学时 美国的房价还在谷底 1999年 在洛杉矶工作的赵鹏 买下了他在美国的第一套房子 当时的房价 已经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比如城市按照英尺算 比如说1500英尺 和咱们这边 比如说平方米的话 乘0.9 也就是135平方米 差不多当时在99年 美金的价格 也就是16万到18万之间 那么我说的地区 属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 也就是说像洛杉矶 像是这种 就是说 这个房价比较贵的地方 那么如果你在可能中部 那时候的价钱可能低于10万 赵鹏告诉我们 美国的房价真正开始飙升 是从2002年开始的 2000年 纳斯达克股市暴跌 美国的科技股泡沫破裂 为了挽救市场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开始实施低利率政策 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 连续降息 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降到了1%的水平 而且这样的低利率 一直维持到了2004年 从而激发了 美国人的贷款热潮 赵鹏2002年买的另一套房子 到2006年的时候 已经涨到了50万美元 比当初翻了一倍还要多 那么当时想买一个 这个也是一种投资吧 因为从其他角度 那当时房子才26万美元的这个 摇价地呢 大概5000多尺 5000多尺 450多平吧 那么转眼到一年以后 价值就翻到了50万 一年之间 那么你就可以马上能感觉到 哇 这个这种速度也太快了 那么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很多人都不惜代价地去 去炒房 也就是说 不是在去自住 而是说我去投 我去属于这个投机来 我私处把我的资金 比如说炒新的房子 新的房子交一个预付款 马上出了以后 比如30万的房子 我交一个预付款 那么还是楼花 出了以后 那么实际等交房的时候 可能已经涨到了40万 那么就挣钱 你觉得非常快 那么引致了很多 这种投机的这种行为 从挣钱的速度 从挣钱之快 从挣钱之容易的角度来讲 这明显能感觉到 这可能是一个泡沫 因为参加的人太多了 参加人太多了 投机者太多了 那么反过来 这个对本身来讲 就是促成了一种泡沫 更让赵鹏感到惊讶的是 一些没有收入的人 也加入了买房的行列 这个泡沫越吹越大 从个人角度来看 我觉得格林斯潘 作为一个这么著名的 这种经济学家的话 他还是应该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 负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他当时有能力 把利率往上调 那么有可能会制止 或者是不能说完全制止 但最起码能够延缓 这种可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这种 已经疯狂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边没有工作 可以拿到钱 可以去住一个三十万的房子 二十几万的房子 我都觉得不可以思议 拿什么来还呢 他的工作都不稳定 他怎么能还 住得起这种房子呢 格林斯潘曾被人们奉为 经济发展的魔法师 他在任19年 美国经济始终一片繁荣景象 谁也不会想到 面前就是悬崖 美国政府奉行的这一条 就是说 用泡沫制泡沫 用大泡沫制小泡沫 用更大的泡沫来制大泡沫 这样的策略 比如说 2000年初的时候 当时是网络股泡沫的破灭 破灭完了以后 本来应该人们都普遍预期 美国经济将会因此着软 或者是碰到一些 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然后美国制造了一个货币泡沫 美元泡沫 用大量的降低 大幅度的降低美元利率 增加货币供应量 来提高企业的 解决他们的融资环境宽松问题 然后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那么用美元泡沫来做 其结果呢 使美国的美元利率 降到了二战以来最低的水平 美元呢 长期了多年来持续的走软 那么美元泡沫以后 带来的马上就是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 然后是资产泡沫 那么这几个泡沫 今天等于是其中的爆发 当2007年美联储提高利率之后 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 没有工作的人再也还不起房贷 次贷危机爆发 而且引起了华尔街的这次海啸 美国过度发展金融虚拟经济 过度运用杠杆的金融衍生物 为现金的金融危机埋下了货根 这一点赵鹏早就看在眼里 从前年开始 他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寻找投资的机会 在家乡北京投资了一家软件公司 这次回来探亲 他把更多的时间都投入到了 公司的新项目中 我觉得国内的发展 日新月异 而且目前在提倡产业升级 那么从我们目前的 一年前在国内投了一个项目 目前感觉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想在国内加大投资力度 所以一直在看项目 选项目 看团队 那么希望能 我们感觉的话 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之中 我们准备在中国 这个目的想投五家 至少投五家企业 或者投五个项目 赵鹏目前在国内投资的公司 针对美国市场 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发一种 有助于企业广告投放的软件系统 他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竞争 但是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 对高科技企业 却是一个机会 因为会有更多的美国公司 要靠科技创新翻身 更多的美国公司 会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科技 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营业收入 现在就连美国的普通居民 也更热衷于互联网上的服务和产品 这些都是眼下难得的商店 我们原本以为 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人 是最幸福的 因为他不需要劳动 就能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现在看来 正是这个特权 让他自己也走进了深渊 这让我想起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渔夫抓到了一条神奇的金鱼 金鱼答应渔夫 只要放了它 就可以满足三个愿望 渔夫呢 什么也没有 但是渔夫的老婆却很贪婪 她不停地向金鱼提出各种要求 结果惹怒了金鱼 他俩又变得一无所有 在我们人类的发展史上 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衰退 甚至亡国的故事 其实还有很多 公元前五十年 古罗马帝国成为欧洲的中心 古罗马的统治者凯撒大帝 为了推行新的货币政策 发行了一种含金量极高的金币 取名为安瑞尔斯 安瑞尔斯的广泛流通 使罗马当时的商业贷款利息 保持在了3%到5% 各行各业急剧扩张 经济快速发展 当时古罗马帝国说 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黄金 它的黄金时代 也就是凯撒大帝制定的 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前五十年 到公元后五十年 这一百年中间 这个古罗马的这个金币 它的含金量 它是金银双币制 黄金和白银的含金 这个纯度都非常高 那么在这一百年中间 罗马帝国实际上是 处在一种全胜状态 然而好景不长 凯撒之后 罗马皇帝们为了满足自己 穷奢极欲的开支需要 和穷兵独武的军匪压力 开始争先恐后的 在货币中参加 公元一百五十年 罗马帝国的货币含金量 只是相当于凯撒时代的千分之二 到了公元三百年 则只有区区六千万分之一 这个时候古罗马 整个国家就陷入 所谓严重通货膨胀 公元一百三十八年 到三百零一年 罗马的军夫价格上涨了一百六十六倍 同一时期 当时最重要的商品 小卖的价格上涨了两百倍 物价上涨是罗马民众怨声载道 皇帝们不得不开始管制物价 限制了市面上三千多种产品的价格 但管制物价的后果就是什么呢 大家就不在正规市场上交易 而在黑市去交易 所以说古罗马后来的黑市非常发达 黑市发达起来之后 罗马皇帝又开始残酷镇压黑市 就是说谁要在黑市上去卖东西 就是杀头 政策虽然奏效了 但残酷的镇压手段 却严重打击了百姓的积极性 许多人回到乡下 不再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罗马的经济萧条一天 所以到后来整个古罗马 它实际上是被北部的所谓野蛮人攻破 一个最主要原因是 它财政金融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 罗马的货币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 整个货币流通已经陷入了一种混乱的局面 所以它很快最后就垮台了 在中国北宋时期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北宋年间和辽国多战 北宋战败后辽国要求北宋赔付大量的白银 原本就是白银 但是由于把白银给了辽国 北宋的四川地区缺少白银和铜 于是就用铁来做货币 但是铁太沉 买一匹布就要500斤铁来交换 严重影响了贸易往来 于是四川的十几家商铺联合起来 搞一种新的兑换制度 把铁放在一起发行纸币 叫做胶子 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背后对应的就是铁 胶子的出现果然活跃了贸易 百姓们纷纷享用 然而贪婪的商人们 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 当他发现 我靠多做一些胶子 多发一些纸币 就能够去买人家现成的产品的话 我为什么还要劳动呢 为什么还要勤奋呢 所以他就开始 偷偷地开始多印这种胶子 不久大量印发的胶子 就不再与铁钱挂钩了 不断贬值的胶子让老百姓恐慌 大规模的解兑 使民间胶子铺纷纷倒闭 北宋政府不得不收回了 胶子的新办权 就把这个半胶子的权利 收归国家 由政府来半胶子 当时也是这个30%的储备 30%的储备金来发行 当时储备金就是多少罐钱 那么发行相对应的这个纸币 那么也是 这个是官办胶子 一开始流通也很不错 但是好景不长 多年的战乱 使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 不堪重负的宋朝统治者 开始降低储备金 胶子再次泛滥了 到了南宋末年 胶子的价值 只相当于当年胶子的 20亿分之一 就是蒙古大军 之所以最后能够横 就是能够横渡长江 用不了多久 就把南宋给灭了 其实一个很大成长 也是他货币体系崩溃在先 货币体系崩溃的话 他整个这个国家的财政 和他动员 战争动员能力 就受到这个极大的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外力这个一冲击 整个国家就垮了 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北宋 都曾经繁荣昌盛 但是由于过多的货币 打破了市场的平衡 导致经济严重衰退 假如光靠印钞就能过上好生活 谁还愿意辛苦的劳动呢 美国已经通过了价值 7000亿美元的紧急金融救援方案 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 它能化解金融危机吗 这是最好的时期 也是最坏的时期 这是智慧的时代 也是愚蠢的时代 谁留到最后谁买的 这是光明的季节 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希望的冬天 中国财经报道特别制作 华尔街冲击波 敬请关注 9月26号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 坐在了北京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上 悠然端起面前的一杯牛奶 喝了两口 引来众多记者纷纷拍照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这是曼德尔森 最后一次以欧盟贸易特使的身份来访问 一个星期后的10月4号 英国首相就邀请曼德尔森进入内阁 担任贸工大臣 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在北京访问的时候 曼德尔森曾经就金融危机的话题 接受本栏目记者的访问 从美国到欧洲 从中国到日本 各国政府都快速反应 所以这一年危机更加波及到本国经济 10月8号 美联储 欧洲央行 英国英格兰银行 以及加拿大 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 都宣布 把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和存贷款基准利率 并且取消利息税 中国一个月里两度降息 表明在全球央行 联手应对动荡金融形势的行动中 中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 如今各国最关心的 还是美国的救援方案是否会奏效 那么数千亿美元从哪里来 这些钱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宋宏斌告诉我们 这些美元主要来自美国增发的国债 而国债还是要由其他国家来认购 也就是说 其他国家来帮助美国走出危机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系列东西 就是最后都是需要一个买单者 关键是谁买单的问题 这个形象来说 这就好像在一个酒桌上 大家都在这吃饭 吃得很高兴 然后美国这个是做到主座上 然后把大家忽悠了一顿 说这个我们现在两方问题 有我老大撑着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喝高了 这个时候 如果是这个聪明的人呢 他就悄悄溜走了 最傻的人是留到最后 看没办法 谁留到最后谁买单 也就是如果这时候 你相信他所说的话的话 而留在这个座位上 留在这个酒桌上 没悄悄地溜走的话 那么对不起 最后你就是买单者 因为这个损失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而他绝不会愿意承担这个损失 宋宏斌认为 这项措施只能够扩大美国的债务 走原来的老路 向松作和他的老师蒙戴尔也同时指出 美联储9000亿输血银行体系的做法 治标不治本 要避免出现更大的危机 关键是建立国际货币新制 我的主张就是什么 就是说首先现在从全世界来看 主要的大国应该坐下来 或者说是时间坐下来 谈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了 有些朋友听起来好像觉得 你这么讲是一个天方夜谈 其实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回到70年代 甚至在80年代 当人们谈论说 欧洲要搞一个单一货币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认为还是天方夜谈 但是1999年 欧洲货币就断生了 这有时就取决于人们的一个勇气和魄力 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 一个富有智慧的一个创建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坐下来 讨论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坐下来 讨论怎么约束 这个全球储备货币的 这个没有发现体制呢 国际货币现在发现是没有约束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呢 Dollar has been the dominant currency major currency since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as created in 1913 and especially after World War I and took over from the pound sterling we don't have another we don't have a global currency there's a big weakness in the world system because there's no global currency I think what we need is is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and a system that's going to ease the way as we move out away from weaning the world a little bit away from the dollar onto a global standard and I would hope that China would take a part in pushing for that 华尔街的状况还没有因为美国政府大规模的拯救 有所改观 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日益严峻 我们经历了这场风暴 想起中国一句古语 吃一欠 掌一智 这次金融危机让全世界交了一笔学费 但是交了学费一定要明白 酿成今天严峻形势的根源是什么 开放的中国经济面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业 应该如何应对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任务已经非常的急迫了 最近我们连续收到了不少观众朋友的邮件 其中上海观众郑亢美来信说 我们的节目和其他节目相比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很有深度 这是他非常喜欢观看我们节目的一个理由 对于我们的节目创作 他还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 在此我们表示非常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将向您寄出 我们栏目出版的一套丛书 请您插收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